关注大马掌握国际 欢迎收看RTM华语新闻 您好 我是林芷营 来看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 首相强调 资深有权建议国家元首 解散国会 不受其他政党抑制影响 反跳槽法明天正式生效 第15届全国大选投票时间 则会延长一个小时 农历新年国内单程机票 最贵1400令吉 航空公司同意 不时根据需求增加航次 究竟国会核实解散已进行第15届全国大选 成了坊间当下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首相达到十一 Isma Sabi证实 星期四会前往国家王公 进建国家元首 尽管首相没有正面回应 是否寻求解散国会 但表示建议国家元首 解散国会是首相的权利 强调不受其他政党的意见 国家元首相达到十一张 首相也说 实际上朝野政党 不应该公开讨论 解散国会的决定 反之 如果首相认为应该这么做 那就解散国会 因为首相是有权利 向国家元首建议 解散国会 而陛下则有决定权 是否预准解散国会 反跳槽法将从明天五号 开始生效 长官国会及法律事务的 首相首部长 德德律万诸奈地指出 该法令的执行日期 是由国家元首 苏丹 Abdullah决定 并在今天颁布现报 中文字幕提供 汪安鲁奈蒂表示 反跳草法的修宪 共获得209名 国会议员支持 成功跨过三分之二门槛 并在8月9号 在上议院获得通过 第15届全国大选的投票时间 将会延长一个小时 其中西马半岛的投票中心 运作时间从早上八点到傍晚六点 至于东马则是从早上七点三十分 到下午五点三十分 以让选民有更多时间出来投票 掌管国会及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德德徐玉万诸奈蒂表示 延长投票时间 是为了让选民有更多时间投票 而选委会将会采取数项措施 以确保选举能以高效 公平和透明的方式举行 另外 由于18岁以上的选民 将自动登记成为选民 可以履行公民义务 因此 投票中心和通道的数量 也将随着增加 以避免现场出现任何拥堵 至于60岁及以上的选民 和残疾选民 选委会则会为有关群体设立特别通道 分别是第一和第二通道 并且只限450名选民 他还说 选委会也将废除先前在第14届大选中 落实邮寄投票的条件 有关首相将在近期内 敬见国家元首 寻求解散国会的采策 甚嚣成上 究竟对于五国在今年举行大选 民众有什么看法呢 下来一起听听 大选大选 没问题 其实没有讲述不适合 他们要大选 我们就跟着大选 就是这样 其实他们要几时就几时 我们已经准备了 没问题 其实我没有很关注政治这个东西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好不好 如果他解散了 需要投票 我会投票 我觉得到期了就是应该是要 就是要该选择了 然后至于关于到这个疫情方面 大家也不想的 所以大家只是尽量就是做好的 所拼那些就是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还不太适合吧 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些 怕他被太多人聚集一起到传染 还是怎样 我个人认为是不太适合 因为现在疫情还是 可以说是蛮严重下了 虽然我们肉眼是看不到 但是他的如果被感染率 是蛮高一下他的几率 除了担心新冠肺炎疫情 有部分受访的民众也担忧 即将吹袭我国的东北季后风 可能带来连连豪雨 认为当下不太适合举行大选 应该是在等 因为现在已经有水灾的问题 要等一下那种 让那种人民可以在适合的环境下 才举行大选 如果您问我 实际上不是正常的时间 有很多事情在发生 特别是在季节上来 然后这些人 人们在认为选择 他们会忘了关注的 我认为选择下来 可能太过激热了 因为在这些这些 还未完结 还未完结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是不够准备好 如果第十五届全国大选真的如期所致 候选人如果要造福百姓 必然就会把焦点放在民生课题 如今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全球课题 民众除了大选最关心的 不外乎是大马的经济发展 以及贫穷问题 有民众表示 以民为本才是获得支持的基础 自马来西亚成立到现在 出了1999年的第十件全国大选 落在11月29号 我国就很少在东北气候风雨季期间举行大选 而内阁早前也表示了会优先解决民生课题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民众怎么说 其实现在大选也是好的 你大选了然后经济也好 因为很多投资人也是怕 现在一直讲大选大选 不懂几十大选 大选了不好 你投资人也知道他的方向去哪里 民生课题 我是觉得是那些万物起价的那些价钱 万人像人民会用到的东西 就不要一直在起价什么这些 很像那种比较贫穷的 他们也要多关心一下 不要只是做表面功夫 然后也要真正的去实行才是 2020年我国发生政坛大地震 从此改写我国的政治版图 大马目前的政局可以说是三分天下 不过通过这几年的观察 民众是否已经有主义的政党呢 我认识有一些党在我心里 我认识他们可以做些事 等待候选择 我认识他们是否已经有主义的 但是我认识他们是否有主义的 我认识他们是否有主义的 我认识他们是否有主义的 无论大马的政治版图怎样改变 选民都希望政党和候选人 要时刻以民为本履行竞选承诺 同时不要辜负每一张选票 背负着的人民嘱托 RTM中静一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向国会提呈 有关MySatara应用程式的调查报告 并提出建议 包括重新审查直接谈判刑事颁布合约的适当性 以及透过大马行政现代化及管理策划单位 全面接管MySatara 根据文告 公账会建议政府必须重申内阁在去年的议决 以直接谈判的形式颁布合约给MySatara的适当性 公账会认为政府应该透过大马行政现代化及管理策划单位 全面接管MySatara 同时政府也需要在所有采购的过程中采取更严谨的态度 不仅如此 公账会也希望政府确保MySatara用户的个人数据得到安全 并确保有关的数据不会遭到任何一番滥用 公账会建议 政府需要继续努力 以让MySatara成为符合数字化卫生服务计划的国家公共卫生管理工具 在我国进入地方性流行病过渡阶段后 MySatara已经作为我国公共卫生的数码平台 卫生部长凯利表示 MySatara通过各种功能进入改进 符合数码化卫生服务计划 凯利指出 MySatara已经通过各种新功能进行改进 包括保存健康记录 以及儿童免疫接种细节 Milikan data selamat dan ini boleh digunakan sebagai platform kesehatan awam dan sejak beberapa bulan yang lepas pun saya rasa banyak features yang kita telah tambah non-COVID features organ, derma darah, health check, detail dan sebagainya ini adalah transisi sebagai aplikasi kesehatan awam dan jelas laporan PAC telah menginsurkan dan sebenarnya endorse MySatara sebagai aplikasi kesehatan awam 对于公正会对MySatara提出的四项建议 凯利表示 卫生部认同其中一项建议 也就是政府应该完全拥有MySatara 而政府也做到了这一点 还有不到四个月就是华人农历新年 而机票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交通部副部长达多Henry Sumagong 指出 农历新年期间的经济舱机票 最高是达到一千四百令吉 为了有效解决机票价格偏高的问题 本地航空公司已经同意 不时根据需求增加航次 Henry Sumagong指出 根据需求增加航次的方案 是交通部经过与大马航空委员会 以及本地航空公司商议后 所取得的结果 确保所推出的机票价格具有竞争力 而华人农历新年期间 最高去到一千四百令吉的单程票价 是落在一月二十号到二十一号的高峰期 明年的华人农历新年 年初期是在一月二十一号 大年初一则碰巧碰上星期日二十二号 Henry Sumagong强调 政府向来鼓励本地航空公司 在佳节旺季增加航次 尤其是高需求的航线 例如吉隆坡飞往石屋 槟城飞往石屋 以及新山飞往石屋的航班 尽管如此 这些航线所增加的航次 将取决于航空公司的商业决定 截至今年八月 五国共有两百六十一名调入工作诈骗的受害者 分别在柬埔寨、辽国、缅甸和泰国成功被营救 目前还有九十人正在等待遣返 其他受害者则已经平安回国 外交部长德德西西夫定透露 当中的一百七十一人已经被送回国 而九十名是等待遣返的受害者 遣返过程包括调查、监视、救援工作和记录 所谓的受害者 所谓的受害者 保证他们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 对食物丶健康之类 为了自身安全 塞福定建议国人 与驻马大使馆 核实在海外获得应聘的机会 以避免当中包含任何欺诈因素 财政部长 邓古扎夫指出 尽管我国正在面对一些 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 所带来的挑战 不过国家并没有面临或走向经济危机 反之我国依然有资本充足的金融体系 和强大的外来支持 作为例子 商贡政局现在非常开放 与新的股票增加 我们有更多的经济 也有更多的练习 被吸引了更多的练习 今年年来练习的练习 加仗在国会回答 是在国会回答 升旗山国会议员 黄汉伟问及有关令吉兑换美元的贬值 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率 及政府不断增加的债务 是否正在形成金融危机的提问时 这么指出 扎夫补充 在1997年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政府实施了各种经济改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为了鼓励年轻国人提出对国际 国家发展的想法 政府推出名为为建设国家 献策的数码平台 目前政府已经接获约一万 名受访者超过一万两千多个想法 首相德德西伊斯马萨比表示 百分之十二的年轻国人发表了与稳定性 政府绩效 以及领导人素质有关的政治课题 首相说 年轻国人的参与和支持 对我国的发展至关重要 根据取得的数据 他将有助政府为年轻国人 提供适当的措施和讲业 我强谓 交 think 18 hingga21 tahun suara anak muda Malaysia kami dengar kami cana dan kami santuni melalui analisis teks menggunakan teknologi kepintaran buatan atau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nunjukkan idea-idea yang diajukan melalui aplikasi IBM ini bersifat positif dan membena sebanyak 12% anak muda telah menyuarakan tentang isu politik dengan menyentuh aspect kestabilan prestasi kerajaan serta quality dan kematangan pemimpin 首相是在出席 Shah Anan Malah工艺大学 舉辦的 为建设国家献策 大学生对话会时 这么指出 另一方面 首相 Ismael Sabri 强调 使用马来语 并不会使国家变得落后 反之 人民必须相信 马来语 与世界其他语言 是同等的 况且先进国如日本 德国和欧洲国家 都使用各自语言 且不比其他国家落后 首相也提到 根据他出席各种国际会议 和双边国家讨论的经验 大多数的国家领导人 都会选择使用他们的国家语言 来发言 针对有学校面对食堂 无法附和过多学省的问题 下一步高级部长 达特莫马拉基解释 这是因为食堂原本的空间有限 并没有根据学省人数的增加 而提升空间容量 目前下一步正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中文字幕提供 而对于教育部会否考虑 允许学生 尤其是自带食物的学生 在课室里用餐 马拉基则说 假如要执行这项措施 则得委派人寿 管控秩序 另一方面 马拉基希望 政府能在明年度裁案中 发放68亿的拨款给教育部 以便该部能落实11项倡议 包括教学设备朝向数码化 提高免费食物补助计划的金额 以及改善特殊教育学校的基本设施 为了协助首次购买房子的国人 政府推出首购族补助计划 在可负担房估的印花税支出 提供协助 对此 政府推出了位于首都的8000间 可负担房估 从而实现一户一户的愿望 房屋及地方政府副部长 就能赶紧看出了 10,000 我们会赶紧看出了 10,000 然后给房子的一户一户一户的 500,000 至1,000,000 我们赶紧看出了五十户的 50%, 但我们要求 通过iMiliki计划 房地产转让协议和购沽协议免征印花税 以简化大满一家的注沽所有权 该计划将开放给符合资格者 直到明年12月31号 法庭新闻 本地知名马来演员Zu Arifin 因为在社交媒体上传 他参演电视剧里的情色内容戏份 今天在地庭扶手认罪 最终法官判处他罪名成立 罚款3万令吉 根据控状 36岁的被告Zu Arifin 被指在3月18号上载猥亵视频 抵触1998年 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 第一款一项条文 并可以在相同法令第233条 第三款条文下被判刑 被告代表律师表示 当事人是出犯 而且已经认罪 加上在上载电视剧预告到网络后 隔天立即删除 因此请求法官 Nohisham从轻发落 最终法官根据1998年 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 宣判被告罪程 罚款3万令吉 假如无法偿还 则已坐牢9个月替代 据了解 Zu Arifin在法庭程序结束后 已经立即到法庭柜台 缴付罚款 好的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是林芷莹 感谢收看 Salam Gloga Malaysia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